嗨大家好我是林海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月是以示月太阴化季的月份 但是你知道吗 居然卷起了黑色的龙卷风 太阴就是看不见 就是黑色的 所以我们觉得月亮是黑的 然后看不到前景的感觉 这是大地震的前兆吗 唐山都市内县中黑色龙卷风 今天要讲的就是 唐山都市内居然有黑色龙卷风 而且非常之大 然后雪月将有怪现象发生吗 好我们已经到了天蝎座的月时 加上这个月 天蝎座也是月黑风高 大家应该很清楚 这不用再解释了 太阴化季月更是可怕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 从5月16号开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这雪月将会有什么怪事发生呢 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超级花雪月像花 有没有 阴暗面也很多 然后有点亮光 然后33年最长月群时 33年来我们月时 或者从来没有这么长的时间过 5月16号地球出现近33年来 最长的月群时的景观 而且还碰上了超级花雪月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很奇特的现象 通常雪月都是整片都是红色的 而且它会泛光出来 然后月群时全程约一个半小时 创下近33年来最长的月群时记录 更特别的是这次适逢超级花雪月 好那接下来 这是天蟹座的月时 来2022年圣经中的雪月出现 天父都畏惧的日子近了 这到底什么样的日子呢 我们接下来看 据相关专家预测 5月16日天空中将出现雪花月月时 近些年雪月频频出现 吸引了不少研读圣经的学者的关注 因为雪月在圣经启示录的预言中 预表着神审判的日子 最后的审判 这个雪月通常都有大事发生 因为很少这种情况 就是像今年 它的时间是特别长的 然后同时也预示着有重大事件发生 查考历史我们惊奇的发现 雪月出现时期都有重大事件 真正的发生了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重大事件的记录 来看一下 2003年11月9号发生 月全时雪月出现香港爆发SARS 看到了没有 然后2014年4月15号500年来 第四次连环雪月时 罕见天象出现伴随雪月的出现 16日韩国发生沉船事件 300多人遇难 看到了没有 雪月开始 好 讲到这个遇难的事情 最近高雄也发生了 轮船装着那种毒气的 整个货柜就这样子 要下船的时候全部掉落满地 然后烟消事起 毒气事业 事意真可怕 2021年3月29日晚 许多台北地区的民众看到 一夜空中一轮红月当头 三天后4月2号 台铁太鲁隔号列车 发生出轨事件 酿成49人或50人的伤亡 震惊国际 看到了没有 都是在雪月的时候发生的 这是2021年去年 去年那个时候大家还记得吧 已经经过了一年多了 这么快看到没有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圣经预言应验中 耶和华畏惧的日子尽了 圣经大家都应该是蛮 对圣经的那种里面的所写的东西 就像我们的中国的历史 李淳峰他们所写的东西 都有一定的认知跟认可度 来我们看一下 圣经中多处记载的关于雪月的经文 约尔书里面的二章 二十九至三十一节预言 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 我的仆人和使女 在天上地下 我要显出奇迹 有血有火有烟柱 日头要变为黑暗 月亮要变为血 这都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 会到以前 就有这样的 在第二章的二十九至三十一节的预言里面 这些为什么可以预知世界 有这么多的问题发生 我先讲一下 人是有灵感的 这些灵感来自哪里 你跟上天的接的天线 有没有接对 接的天线如果对了 你就会感应到很多很奇特的事情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灵感 只是你没有开发 这个灵感 现在就像说很多科学家 一直在信誓旦旦的告诉我们 所有的人 我们的智商大概开发5%到15%左右 那所以就像说我们的灵感有没有开发到 你会有心电感应对不对 比如说很多人孩子出事了 老公出事了 或者爸妈出事了 兄弟姐妹出事了以后 他会有种心里莫名的那种 悸动感就是心电感应 尤其是孩子跟父母亲 这个是最容易心电感应的 因为是同血缘的关系 那当然他的基因里面是留着我们的血的 或者留着父母亲的血 孩子是留着你的血的 所以你会有那种悸动的感觉 好 所以为什么人他可以接这个天线呢 这个就是磁场 人跟人之间有磁场效应 你看这个人怎么看都看不对 看这个人看怎么看都看对 为什么会这样子 这磁场的接续效应 这就是我们在所谓的预言里面 他有一个特殊的不确定感 他那个时候就会出现了 好 接下来 启示录的六章十二节呢 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呢 我又看到了地大震动 就是地不停的在震动 日头变黑像毛布 满月变红像血 这个就是血液 这启示录里面的六章十二节里面 就写到这些了 再接下来 近年来天空多次呢 出现月亮变为雪月的天象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月亮 月亮它是没有光的 月亮它透出来的光 应该是皎洁的月光 大家知道 皎洁的月光疑似地上霜 对 举头望明月 在唐诗古词里面 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 举头望明月低头是故乡 是不是 所以你看看 像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是不是看到的明月光是什么 洁白的月光 然后那个八月十五的时候 这个嫦娥 导月啊 对不对 导药啊 都是在皎洁的月光 非常美的月光之下 是不是 玉兔出现也是在皎月的时候 那个非常漂亮的月光 但是为什么血月它什么样形成 这是天象的意象 来我先讲一下 好 就像2014年2015年 两年内发生的连环四个血月 2018年发生的152年 遇难的超级蓝血月 还有2019年1月20日上演的超级血狼月等 这个我都做过 2019年 2018年 海洋老师已经做了 YouTube的节目了 那所以呢 超级血狼月呢 许多预言家都认定血月的出现 应验了圣经的预言 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进了 在纵观世界各国战争 地震 刚旱洪灾 瘟疫等各种灾难呢 以频频发起 世界局势风云变幻 全球气候变迁 尤其2022年呢 一场突如其来的 coordinating的疫情呢 席卷全球 从中可见的大灾难 正在一步步逼近人类 好 我在2019 2022年 2021年呢 其实我在2021年跟2020年 都有做过血月这件事情 你们如果往回头看的话呢 你只要点影片 就可以找得到 我当时的预言呢 血月就是会发生 很多很多 我们没有办法预期的大灾难 这灾难的发生呢 是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 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呢 好 全能神说 这个全能神 我只能这样告诉他 自己认为他自己是全能的 睁开眼睛看看 处处可以看见我的大能 处处可定真我 宇宙穷昌都在传扬我的大能 天气转暖 气候遭变 人的反常 社会动态的失调 人心的诡诈 都要应验我口中说话 太阳发白 月亮发红 整个都失调 难道你们未曾看见吗 没有错 我们现在已经看见了 但是呢 这个呢是他个人的一个论述 那我就不再重新讲了 因为所有的一切灾难陆续降下来以后呢 各国呢 都是芳心慰哀的 这些灾难也不是一天才来的 各国各方都起灾难 温乙 饥荒 水灾 旱灾 地震 干旱 什么还不止这些来火山爆发 干旱 还有呢 群体的鸟类死亡 群体的这个 这个动物死亡 群体的人类的死亡 全部都到来 现在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我们继续看吧 来 接下来 唐山大地震 大家应该记得吧 那是一个非常惊恐的画面 而且呢 全球在支持当时的大灾难的唐山 黑色龙卷风 出现了巨型在市中心 台湾呢 新竹 新殿 还有南部都曾出现过龙卷风 以前台湾从来没有龙卷风的 我们根本看不到 那个都是小小在沙场 比如说在学校的那个操场上面 会有那种小小的龙卷风 是会有的 但没有像这么巨大的龙卷风 简直是可怕 你们看到吗 美国的西部的龙卷风 是一年来了九个龙卷风 一次来九个 而且一个比一个大 它吞噬了所有的房屋 人类 汽车 包括树木 包括路上走的 天上飞的飞机 都被卷走了 连天上飞的飞机 停在停机坪的飞机 一次可以卷取四部 巨无霸的飞机 你知道那龙卷风到底有多大吗 好 你们可以在下方留言 你们如果有觉得 那种好像世界末日到来的那种感觉 就是都在这几年发生 2012年曾经有部电影是世界末日 但是它没有真正发生 结果在2021年开始 陆续发生 我们接下来看 2022年的5月16号 河北唐山寺 迁徙县都市内出现巨型龙卷风 天蝎座月时雪月 也是5月16号 看到了没有 这个月又是太阴化这一月 从地到天 地到天 太阳主天 太阴主地 太阳主父 太阴主母 就是父母 就是代表男性跟女性 好 怪力乱神现象大事件前兆 常与这些天象不谋而合的出现 你说他怪力乱神吗 没有啊 你相信他 你不相信没有关系 但是你看到都是事实 这都是百分之百 摆在我们眼前所见到的事实 所有这几年发生的事情 看到了没有 一步一步的逼近人类的什么 死亡边缘 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陆续在发生 不是一件 是汇集而来的 四面八方汇集而来 让这个地球整个变了样了 来 人类生活在惊恐当中 对此当地气象局称 这是陈卷风 龙卷风一般般随着强对流天气 多在雨天出现 而陈卷风则多在晴天出现 他讲的我不认同 你看看 美国的龙卷风什么时候下过雨 没有 美国龙卷风有下过雨吗 没有 对不对 东西部的龙卷风你们都看过吧 随便YouTuber打龙卷风都找得到 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它一个好天气 这么大的龙卷风 在唐山发生了 不要忘记了 唐山大地震已经几十年过去 是不是要更小心呢 它有个天象的意象来了 浙江江州山 福州也出现血红色天空 包括广州也有出现 深圳也有 比较小片而已 中国大陆的意象平平 继浙江州山5月7号出现血色天空之后 汶川地震 继日前夜 汶川前一天 11日福建福州也出现了同类景象 官方君子渔船灯光所知 但网民翻出历史上有关血色天空的记载 认为灾难兵货变天的前兆 都是不祥的预兆 来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唐山44年前证实的60万人 意象在线 看到没有 应该不止60万 据记载 他们说超过百万人 没有记载的是超过百万人 有记载大概60万人 所以当时是满目疮痍 回顾44年前唐山大地震 学姐接了超过65万死 是20世纪造成死伤最严重的地震之一 震前传出落石 鱼上浮等意象不断 就是鱼飘到岸上来 浮到岸上来 有些乌龟就爬到岸上来 蚯蚓都爬到岸 从那个溪 那个地沟 地沟里面全部都出来了 从田梗都全部都整 整群整群都出来了 然后呢 感觉到好像那个世界上 那个地要变了 对不对 最近我们台湾也在发生地震 而且是频频 大家要小心了 好 唐山地震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半边红 半边的天红 整个都是红色的 像血一样 池南血空 明朝曾书线过一次 之后变粮食减产颗粒 完全没有办法有收成 所以明朝灭亡了当时 好 现在呢 非洲干旱 印度在干旱 美国南部在干旱 接下来又要缺粮 乌克兰现在的粮食 没有出口 他们自己不足了 只剩下减产了65%了 所以你想想看 到底这世界要变成怎么样的呢 没有打仗死的 没有瘟疫死的 全部都饿死 还有呢 另外一种 地震死的 洪灾死的 又来 接着下来 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省 唐山地区 唐山市就是 古志区和丰南县 金唐山市的丰南区 在16小时内 两次七级以上强烈地震 主阵于当地时间 7月28日凌晨3点42分 53点8秒 大家在睡梦当中 根本逃都来不及 半夜发生的地震最可怕 台湾的921大地震 也是发生在半夜 因为大家在睡梦中 根本来不及逃 而且有很多的房舍 灯都关掉了 大震一来 一下子几分钟而已 来不及脱逃 好 地震破坏范围超过 3万平方公里 造成 这个数据是不正确的 我们就不讲了 倒塌民房超过 应该是1000万间 不是500多万间 直接经济损失 超过100亿元以上 有中国记录至今 第二多人死亡的地震 第一多人死亡地震是1556年的 嘉境大地震 嘉境大地震死得更是可怕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地震的时期 唐山大地震发生之时 正值毛泽东病危 文化大革命无以为继 也是国营经济濒临破产 极权政治最不稳定的时期 但是仍然尽全力集中 全国力量进行救灾 在通讯极度落后的条件下 解放肩负灾区并动员 全国的医疗资源进行救援 但是受到客观条件 救援效果并非很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次发生大灾难的时候 医疗的量能就是不足 现在台湾已经面临崩溃边缘了 我们因为疫情每天爆发 现在已经8万多人 还有非常多的黑数 我看马上就15万 马上就20万人 都是可预期的 现在正处于一模一样的怪现象 中国上空各地出现了红色天空 诡异光线 黑色龙卷风又正值血液的时期 不只是中国 整个亚洲包括台湾 都处于异象笼罩的阶段 台湾有几句话说 不只笑鼻没跪 不只笑来笑去 以前我们都说 你看看全世界的疫情这么严峻 台湾最厉害的 我们第一次 对 现在我们也第一次 我们并没有输掉 只是我们疫情大爆发 就变成第一次 对不对 你们可以在下方里面 我真的苦中心里在淌血 你知道吗 今天又有一个 两岁的 昨天又有一个两岁的男孩子 爸爸哭喊着 等了快三个小时 找不到医护人员 多么悲惨的事情 又发生 第一 不只一桩两桩三桩 两岁三岁的小孩 现在都等不到救援 很多人送到医院 还在跟孩子讲话 等不到医护人员 结果就挂了 整个亚洲包括台湾 都处于异象笼罩的阶段 这会是代表 将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吗 来接下来 我想我先讲一下 这个月 我做了很多的功课给大家 最主要 我先跟大家讲解一下 你们一定要先知道 这个问题点在哪里 我们这个月 是乙四月 乙四月就是在蛇的月份 那在蛇的月份的时候 我们先来讲一下 这个月马上要连接到丙五月 丙就是什么 属火 而且今年连针火 就是五黄煞在中宫 我不是跟大家一直在强调吗 五黄煞会喷射在四方 会喷射在四方 包括爆炸案 连针化剂 连针五黄煞 今年在中宫 绝对没有好事会发生 看到没有 现在台湾的疫情 刚好在农历四月开始大爆发 好 接下来呢 丙五月呢 连针化季月 化双季 五黄煞 五黄煞双季 好 那又三合太岁呢 老虎的位置 在农历五月就要到来了 它会提早发生的 我一直在强调不好的事情 它会提早发生 好的事情都慢慢到 很令人痛恨的就是 好的事情都不会提早到 坏的事情都会提早到 这是我们在 这个像我在业界三十年 我每一次看这些天象的异象 我都要提早报给大家 就是这个原因 为什么 不好的事情都会先到啊 好的事情不会先来 就莫名其妙的事情就一大堆 好 那加上五曲化季月呢 你看看哦 这个呢 刑囚核杀疾病灾殃 然后呢 刑与暗同度的时候 刑囚同度 暗急 然后呢 一大堆的暗急 就是我们讲的Continence 这一次的大爆发 就是呢 会损掉我们的六亲 你看孩子的 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 是不是很多人就挂了 兄弟姐妹也有人挂掉 对不对 就损疾六亲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请大家要小心 那陀螺呢 如果是陀螺心 在隐身四害的时候 刚好在四哦 这个月在四哦 然后在隐的时候呢 隐就是在我们太岁哦 隐四都到了 对不对 就是腰折跟伤亡 隐身四害 听清楚 隐就是老虎的位置 四就是蛇的位置 刚好这四个角落 然后呢 在这个猴的位置 加上猪的位置 猴的位置在农历七月 猪的位置在农历的十月 请大家听清楚 农历一月 四月 七月跟十月 这样大家知道 他喷射出去的 就是会殃及 这些月份非常严重 因为呢 太岁正坐 太岁正充在猴的位置 然后呢 太岁偏充在蛇 又在猪的位置 想想看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陆续发生了 好 当然 整个的国际局势 也是轨局多变的 好 不管是 你看哦 经济也是 莫名其妙的 昨天还大涨两天 前天跟昨天 台湾大涨两天 结果今天呢 每一股崩盘一千多点 然后呢 台股就跟着 下沙将近四百点 多么可怕 现在 我做节目的时间呢 已经快 已经 已经不知道台湾到底是变成怎么样 我们等下还会查一下 然后呢 我想呢 跟大家讲解的就是说 我们呢 走到一个不好的运势的时候呢 真的请大家务必要小心 开车厨 骑车厨 做火弹药的 或者呢 做那种包工程的 就是要上山下海捕鱼的 还有做山区的工程的 都要特别小心 你知道吗 台湾现在呢 好像南头 有一段呢 整个土石流 花莲有土石流 我一直在强调 我之前就讲 地 异动的时候 土石流 而且下大雨 最近都在下大雨 一定要特别注意土石流 好不好 所以不要去爬山 我讲到这里 请大家务必要小心 今天有地震哦 只是在外海 外海它伤害不大 很多地区只有一级 但是呢 这也是不好的警讯 好 希望大家能好好的 把自己顾好 然后呢 不要再发生任何的问题 这是我的会员专区 来 接下来 我在每个月呢 都会教大家看自己的命盘 那你就知道自己什么运势好 什么运势不好 比如说你的爱情运好 或者你的财运好 或者你的事业运好 或者家庭运好 这时候呢 我就会教大家 你们要看自己的运势 赶快加入我的会员 加入会员以后呢 非常简单 只要飞安卓系统的手机在上半部 看到没有Q1那边 那Q2那边就是用iPhone的 或iPad的手机 那个电脑都可以加入 好 第一个呢 在我的影片上面 以订阅那边 然后按加入 有一个加入会出现 看到了没有 在这里有加入出现 然后第二个呢 在会员的下面呢 有个加入 第二个步骤 然后接下来呢 你们要加到我的Lite 8 Lite 8里面呢 我的小编会免费的给你一张呢 三合一的命盘 里面有指微斗数的12公格 跟八字 加上姓名 姓名学都有 五行都有 希望大家呢 赶快加入我的会员 谢谢你们 好 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分享 开启订阅 按下小铃铛 拜拜 嗨 大家好 我是李海洋 好 谢谢大家 对韩老师呢 上十年来的支持 我在YouTube频道里面呢 开辟了一个会员专区 你们呢 要趕快加入哦 有很多 对自己有帮助的 对自己呢 未来人生有坎途大道的 这些资讯呢 都会给大家 当然包括 迷你教学哦 好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什么呢 来就是请大家 赶快加入 赶快加入 加入以后 你的人生就会有光明大道 财富满满 人际关系和谐 家庭也很幸福 健康更好哦 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 要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我的会员频道 好 加入频道会员的方法呢 进入老师的任何影片以内呢 然后呢 非iPhone手机 安卓的话呢 点选订阅按钮旁的 加入两个字 那么按一下 然后点蓝色 加入按钮 再点一下 然后选择呢 继续再按一下 付款方式呢 选择使用呢 这个的支付方式呢 就完成了 好 你们每个月只要付出一点 小小的金额支持海洋老师 就会帮你帮你帮你带来人生的康庄大道哦 好 如果你使用是iPhone 或者iPad的手机的话 或电脑的时候呢 请于浏览器进入YouTube 然后YouTube以后 订阅按钮加加入蓝色 然后再按蓝色加入的按钮 另外呢 点购买使用信用卡支付 这个频道呢 是专属会员 所以呢 也希望呢 我们所有的全球粉丝呢 继续支持海洋老师 这五年来 海洋老师呢 努力于YouTube的制作 我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团队的成员 也感谢所有的全球的粉丝 希望赶快哦 加入我们的行列 这个会员专期绝对带来 一百万倍 一千万倍的效益 所以呢 对个人是非常有优势的 你想学命理吗 不要忘记 在这个时候加入 是最明智之举 谢谢大家